今天的Style People呢 我們要訪問到的是 正元唱Style People 就代表你是非常有Style的一個人 就是跟時尚扯得上邊的人 而且不是扯得上邊 是你是創造時尚的人 謝謝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正元唱 等於是退伍完之後給我們樣子 是跟你在之前是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更Man 更有男人味 而且更有線條 對 很多人喜歡問說 穿什麼好看 搭配什麼好看 其實呢 有一個好的身材 穿什麼都好看 所以我覺得真的 尤其特別在夏天很重要 大家就是要讓自己身體的 線條狀態是呈現最好的 我覺得有時候男生 你不見得說練到一個 好像這邊有八塊肌 六塊肌 或是人魚線 就弄到一定要讓大家覺得很可怕 而是說手背的線條 還有胸膛的線條 即使是穿襯衫 都會顯現出那個線條是 有精心練習過對不對 因為男生有的時候 你身上戴太多叮叮噹噹的東西 會覺得有必要嗎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什麼都不戴 又會覺得有點簡單過了頭 要把它創造一個是屬於 男生帥氣的時尚的這種style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其實我對於視頻反而是 就是今天看個人的心情 像我身上今天戴的這些呢 其實老實說呢 它也是我自己拿去在拍戲用的道具 所以這也是我個人私人的提供 哎唷 謝謝 而且為了我們這單元看到你很多的珍藏 為了你們這個單元我就把所有的東西都帶出來了 所以我就是那種Lily Coco裝一堆的人 不是不是 而是說要告訴很多朋友們 即使是Lily Coco帶了一堆 可是不會覺得它好像有點過多 因為你顏色上的選擇是選擇的很巧妙的 對 因為其實我還是以黑色系 黑白色系為主 因為配合我今天的衣服就是黑白 所以我選了就是黑白 黑 黑 黑 對 這種類型 而且你是用皮質的跟金屬的交換搭配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越舊 使用越舊 我反而覺得越喜歡它的質感 那你有跟所有的朋友們分享一下 在夏天的時候 男生的髮型上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選擇嗎 我很推薦大家去染髮 但是我覺得很多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只飄色 他們不保養 就是所以他們有時候剛染的第一天 第二天就是很漂亮 那我也很推薦大家去染 就各式你喜歡的顏色 但是他們就不保養 之後你的頭髮就壞掉了 然後壞掉了以後你就一坨暢暢 毛 其實那個我覺得在個人的第一印象 就其實不是顏色 是你的髮質 所以要讓所有的朋友們知道 你要想要當一個Style People 最重要的是維持這件事情 創造很簡單對不對 維持是需要有恆心跟耐心的 謝謝 謝謝曉仲 分析 感谢观看